冬至吃饺子的来历 传说东汉末年,医生张仲景在长沙担任探手 有一年冬天,张仲景回乡探亲,看见白河岸边的老百姓一不蔽体 有的人耳朵也冻烂了 张仲景看到此景,心里非常难过 于是他将随从在南洋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个棚子攀上大锅 将一些去含药材和羊肉放在锅里煮熬 等煮好后,把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 用面皮包成耳朵型的胶耳 下锅煮熟后,分给来讨要的病人吃 人们吃下胶耳,喝了去寒汤,只需浑身发暖,两耳生热 之后,每年冬至这一天 人们就会用去寒药材和羊肉等食物用面皮包成饺子吃 这便是冬至吃饺子的来历